大概经历一年了 才帮孩子取得居留钱 拿到那个中华民国的身份 他以前是日本名字 当他拿到中国名字的时候很开心 说他有身份 常常他们找到慈禧来的时候 都是最后的希望 可以陪伴他们长长久久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可以协助他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这个 我们慈禧人的资源里面 找到可以帮助他的方法 感谢观看